Reverse IP Reverse IP 這個我過去在安全上是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那現在 現在談比較少 過去是在 你要使用PBS 像PBS之間要傳信 現在台灣最大的就是PTT 那這個 但在PTT以前 早期像我們的美少女啊 謠言戰啊 這輔大的這些 互相之間都是轉信的 轉信的話 透過這個 news 有一個protocol叫news news news是protocol 或netnews 是另外一個protocol 這個protocol現在比較少用 netnews 這個 我用了十幾年 以前還沒有PBS 這個還沒有PBS 有PBS這個就有了 台灣大陸的PBS是特別盛行 其他地方都沒有了 其他地方都沒有了 加上這個 netnews 在還沒有那個 web web還沒有出來之前 或是web出來以後一段時間 那netnews都是 你獲取訊息最多的一個protocol 就是從netnews 那BBS 它的underline 就是netnews 也就是說 這個 兩個BBS server之間 他們要 我們說有轉信版 轉信版怎麼轉的呢 就透過netnews 這個protocol再轉信 那問題是 像 BBS在轉信的時候 在 早期 那 大概十多年前吧 那各個 台灣各個大學都都在設立 BBS站 各個系也設立BBS站 那互相轉信的時候 大家就check他們 這個 現在我們要談的 reverse IP 有沒有設 reverse IP 就是 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剛才講到 就為了要講的reverse IP 就是說 我DNS DNS做什麼 DNS是由domain name 找得到你的IP address 那設reverse IP 你可以從IP address 返回來 到那個name 就是這個方向 方向性有倒過來 就是reverse的IP 那 那 reverse IP的 的 這個 查詢的話 你要query 這個reverse IP的話 這幾個是tool 這幾個tool都可以 這個課本上的 seologs.com or webhosting.info whois 這個用的最多 whois這個 就是說 我任何要註冊 像我註冊weco.net 像你們現在去查一下 到whois上面 查weco.net 就可以查到我的名字 這是我去註冊的 那這個 那這個還有一些訊息 當然他還有管理的介面 管理的介面 隔一段時間 我就有義務 像我會 我會跟某個ISP註冊 然後隔一段時間 我就有義務 要去維護這個上面的那個 information 要保持到上面information 保持證券 那 那 那這幾個都 都是這個 可以查詢這個reverse IP 那像 像譬如說 你要查reverse IP 像我們剛才講的PTI record 你要知道那個 去查詢那個DNS Server 那我查詢這個的話呢 reverse IP的話 那我就只要從 我就直接 給這個IP address 在這個 你利用上面這幾個tours 直接給他 這幾個服務 這幾個tours 那 你就發覺 這個 IP203.88.128.1 它是 這麼多個 這七個 DNS的 website 在這個上面 所以這個 這個比剛剛好像都簡單 對 剛剛第一個你要去看 第一個做法 你要去看那個 那個 那台機器上面的hosting 可是 並不見得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現在是把這幾個 方法都列出 列出在這邊 那這個是最 用whois這個 是 最 最簡單的 就是 那這個 要找reverse IP 從IP 回到這個DNS 那如果沒有設定的話 就 有時候代表 當時我講到這個 那個 BBS的時代 沒有設定的話 它不讓你轉信 就 這個reverse IP 沒有做的話 就不讓你轉信 就不信任你 好 那再來一個是 可以在search engine上面 在search engine上面幫忙 所謂search engine幫忙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靠 靠這個 有時候靠一些工具 像這個 這個是微軟 微軟它自己都已經走到Bing了 我的課本裡面還是Line Line.com裡面 你的IP後面加上一個 就加上一個IP的switch 加上一個這個 你search它的時候呢 加上一個switch 就是我 在Google後面可以加很多東西 就你們一般來講 就是 但是其實在任何地方 不管是微軟的搜尋 雅惑也是用Google 或者微軟的bin的搜尋 你後面都可以再加上一些 這個switch 加到後面 就等於我後面加上一些參數 那加上一個IP的switch的參數 當然就 它會給你多一點 這個IP之下 它很多的name都給你 但是另外一個 我們這門課 後面會用到 不只是現在 這是第一次看到 這是一個 一個tool 一個工具 叫appmap app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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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brewinvite.com 這個公司的 那這個是蠻powerful的公司 很多 它可以 讓我們做到很多功能 現在我們只看第一個了 第一個功能是從 你給一個IP的range 你給一個IP的range 然後呢 它把這個中間的那個 host 它通通把它給列出來 簡單來講 就是做一個query 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這個IP address 你給它一個IP address的range 它把這個IP address的range 通通把它列在這邊 這個是這個應用裡面的第一個 比較簡單的應用 這個 這個應用我們後面還會用到 有的時候 這個應用我們 這工具是很強的 有的時候我們不太好用 因為我們 沒有後端的那個 我們沒有後端 很多後端的web service在 但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自己可以加一些web service 我自己來產生一些 但如果沒有的時候 那就 就這個 至少可以做到現在的這些功能 好 好 那在Google裡面也可以 Google裡面的話 你可以加上這個 呃 或live.com也可以 加上side 或是inURL inroom 就side 冒號 這個 switch 或加上 這一類的 inURL的這些 那同樣的也可以 呃 知道 什麼 知道這個domain 剛剛是知道這個ip range裡面 有哪一些host 現在是知道這個domain的下面 有哪一些host 所以這個 用app map 我們可以做 domain based footprinting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直覺很簡單的做法 好 那 那再下來 那cross domain呢 怎麼說 在這個ip上面 或在這個 這塊 這塊ip裡面有哪些host 那如果我要cross到 domain的話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cross domain的話 那 而 事實上你要從 某一個 我說 從 當然也透過app map了 好 那我在cross domain search上面 有沒有link 這個switch 或是link domain的這個information在 那link domain的話是 就是 那這兩個switch 如果找到的話 就知道 這個domain 是怎麼樣link到其他 其他的應用上面去 就是說 我從這個domain 要link到其他應用 到底是有哪一些 從這個domain link出去的 那 那 那同樣如果 你用app map 因為有這個訊息 這個 有這邊在 對 那所以 所以我像 isnet.net 那這邊 從他link出去的domain 有這麼多 那 那當然還可以用另外一個 這個網站可能 骇客都比較知道 ha.cker.org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工具 這個是叫 domain scanner 有各種不同的scanner 可以scan host 這個是scan domain scan domain scan domain scanner的話也可以 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 那這個 你要specify一個 你要specify一個 IP range 就是target domain 怎麼做 這同樣還是app map 這個應用 那你specify這個domain 就等於把剛剛那兩個加起來 我剛剛看到 某一個domain 然後某一個IP range 現在是什麼樣 它下面多少連結 那現在我們把這兩個 事實上可以設在一起 設在一起 設在 設在一起的話 就是這個IP address 下面 那這個 這個domain下面 這個IP address下面 那它的 它的這個 在這個 range 這個range裡面 那它的 特別的IP range裡面 它有link到哪些地方去 那這個就 就在這裡 就顯示出來了 所以這邊都在用工具而已 app map 那這個是 web的 footprinting裡面的 basic的東西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web service footprinting 那web service footprinting裡面 主要用到的是 UDDI 可是 這個課本裡面 主要是這個 那上次我特別講過 web service裡面 是非常的 web service 所以現在用的是非常的廣 但是UDDI的 這個部分 其實這幾年 已經是 慢慢的 用人比較少了 那 主要的大公司 把這個部分都把它 給拿掉了 它本來支援這個服務 現在都不支援了 那為什麼 什麼是UDDI 我說web service裡面 三個最重要的東西 一個是SOAP SOAP我想應該 有概念 SOAP就是我 兩個地方要傳的時候 我的那個 就包成一個 一個 一個信封 然後我那個 我呼叫對方的程式 對方程式呼叫我 我都是通過HTTP 然後呢 我要呼叫對方程式的名稱 跟參數呢 是包裝在一個 sml裡面 然後包裝 包裝一個 SOAP的Amylo 一個信封裡面 這樣送出去 我想大家應該還有一些 觀念 如果細節不知道的話 你就去看看過去的投影片 前兩個禮拜 那 所以 web service裡面 第一個就是SOAP 第二個最重要的 WSDL WSDL是什麼 就是我 如果對方寫了一個很舊的程式 對方是COBO 50年前寫的程式 那我要跟他溝通的時候呢 我要怎麼呼叫他 我也不懂COBO 我也不懂這些 所以我也不管用什麼樣的程式寫都可以 可是他要給我一個什麼 WSDL 他要把他的那個程式呢 被呼叫 呼叫跟傳答案的那個方式呢 都要用 轉換成HTTP 轉換成sml 那給我一個入口 那我這邊 所以他給我WSDL的時候 我就知道原來你那邊程式叫這個名字 然後呢 我要叫你的那個function的時候 我要給你哪些參數 然後我用這個方式來呼叫你 然後透過那個介面 你再幫我 你那邊的程式再把它轉換成COBO的呼叫 然後再去執行 再幹什麼事情 再把答案傳換給我 那所以那個定義界面的那個技術 那個技術 叫WSDL 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 所以Soft跟WSDL 這兩個是相對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東西 那UDDI是什麼 UDDI是一個register 一個等於是一個註冊欄 我有什麼樣的web service 要提供給別人使用的時候呢 我就把它登錄在UDDI上面 然後就我這裡有什麼服務 我就登錄在UDDI 然後大家來跟我要 那這個原來Web Service提出來的時候 大家認為這UDDI可能是很多人 我可以到UDDI上面貢獻 然後大家都知道以後 要寫程式的時候 就上面去找 找到以後然後再去抓WSDL 再來寫程式 但是 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大家覺得這UDDI的這個應用 它的維護 它定義的是很 其實還算是完備的 可是這個經營的模式 很像不太受到大家的開發人的青睞 所以 所以這個UDDI現在基本上 已經很少了 我印象中主要公司都撤除 所以你知道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我在想了一些 因為課本裡面有一節專門談這個 所以我就要介紹一個 所以UDDI是 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那UDDI到ORG 然後它的Foodprinting可以去找 它可以找到這個web service 因為它是一個server 所以你可以回頭去找到這個web service的這個 是哪一個公司提供的 比如說我是這家軟體公司 我公司的訊息 有點像是一個電話簿 它說這個UDDI有點像是Yellow Page 就是說你可以找到這個 這個service名稱 然後相關這個公司是不是靠得住的 然後它的提供哪些service 然後technical的一些information 叫T-model也在那裡找得到 也在那裡找得到 所以這個web service 所以這個web service 是從UDDI還是可以找到這個 那所謂的counter-major counter-major的話就是 我看這個UDDI server 這個是如果要用這個Microsoft的testUDDI 這個Microsoft很像已經不support了 我不太記得這個想 這個 就是這個